对于女子来说是非常苛刻的 有着各种的规矩限制 如果不小心犯错的话 就会遭到严格的惩罚 古代甚至还制作了一些专门针对女子的刑罚 有的虽然不会很痛 但是对于女子而言却很羞辱人 甚至有的女子在遭到这种刑罚之后 觉得没有脸见人 会选择自尽 但是到了如今 很多女子却把这种刑罚看成一种时尚 想要甚至还要花钱 经常看电视剧的小伙伴 可能会在电视剧中看过这样的桥段 有的女子因为和男人私奔被逮到 会被抓起来进猪笼 最后活活被淹死 除了会被罚进猪笼之外 还有鬼床钉这种残忍的刑罚 如果要证明你是清白的 就需要在放满钉色的床上滚过去 虽然这种刑罚都是针对女子的 但是说起来也是非常残忍的 有的刑罚虽然没有那么残忍和痛苦 但是却比这些刑罚更让女子难以承受 古代女子最重视的就是自己的脸面 但是这种刑罚却是非常羞辱人的 这种刑罚呢就是墨刑 据说是由女皇武则天发明的 如果有的女人犯了大错的话 就会在脸上用墨水刺上一些字或者是图案 虽然不是很疼 但是却非常的丢人 毕竟这样的印记要跟着人一辈子的 遭受到这种刑罚的女子呢 总其一生都会被人嘲笑 别说嫁人了 就连谋生啊也很困难 只要是看到脸上刻着特殊印记的女子啊 就知道她们是犯过大错的 所以也没有人敢用她们 比如说上官婉儿 就曾被武则天处以默形 她为了遮掩额头上的痕迹呢 就在额头上刺了一个梅花 对于古代女子来说啊 这是一种羞辱 但是发展到了今天呢 却成为了一种时尚 很多的人都会在身体的某些部位上 刺上刺青 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 被古代女子看成羞耻的事情呢 如今想要刺青的话 还要花钱去找人完成 相信这是古代女子怎么也想象不到的吧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张霄